康和女運有限公司 梅碧霞女士 主席、姚議員你們好 在座各位都好 我今天的心情很沉重 為何今天會有這個會要開 我是一個專門做學生的 我沒有任何服務的公司 我做了學校32年 我是蓋著一張爛爛的棉納到今時今日 我和財務借了這麼多錢去買牌 你們政府一句麻煩 罰三百個牌出來 你叫我怎樣經營 我現在很害怕 我回學之後 如果今天我們開會的消息 一外面知道了 財務我相信會找我 至於你那三百個牌 是需要拿牌的 我第一個站出來 我做學校的 我八點到三點之後 我是有空的 你們給我做 你需要發那三百個牌 我之前這三間公司 全部都是大公司 是以他們的利益為前提所說的 我們做學生的 議員 你幫幫我 我應該是怎樣去繼續處理我這盤 學校的生意 是這麼微薄的生意 我們根本賺不到錢 我們做學校一點都賺不到錢 只可以 人家說 今天有粥嗎 鄧太太又吃碗粥 有飯嗎 我今天又吃碗飯 我希望運輸處處長 和邱先生 議員 這個缺口一定不可以打開 這個缺口一打開的話 我第一個會跳樓 發什麼三百個牌 我可以拿一百個牌出來幫你們做 我們大家行家都會幫忙 哪一段時間要用車的 我們個個都會舉手 我們這一行 我們非專利巴士 做學生 做屋邨 做零八的 個個是很團結的 你們要找車 你找我們的工會 你找我們的巴士和熱聯會去談 我們是有很多人會站出來幫忙的 不要再想著那三百個牌怎樣去處理 這三百個牌是沒用的 麻煩 不可以再發這三百個牌 我是第一個反對 沒話說了 好下一位